做一个梦就能做设计 这样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伪命题 真正好的设计我认为是通过一系列对于项目的经验 这样积累还原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边不会发生 我们通常的设计过程是非常线性 非常具有逻辑的一种推导感 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一种 从零开始的头脑风暴 以及一些无谓的争吵 手或者是手里的这些工具其实是把你在思考过程中的一些片段剥离出来 现在最多的工具其实还是手机 比如是一张图纸过来 那其实我是在图纸上直接勾东西 最多的是大拇指的运动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思 一是要有同理心 二是说服业主 我们想要的也是他们想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